你就是说你一直在开会 说了不少话吧 来 喝口茶 认识嫂子 你的钱我早就付清了 你来干什么 阿玉 不是钱的事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那你到底来干什么 阿玉 今天一进国兰 就想起当初 你进华明的时候 那个时候吧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 什么都愿意下功夫去学 我当时就觉得 你与众不同 当初你确实帮助我很多 我是要感谢你 阿玉 这一年多 其实我挺后悔的 你说当初 我是在对你好一点 也不至于 咱们到今天这个地方 好了 从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们都往前看吧 对 往前看 未来还有无限可能吗 是吗 阿玉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啊 我刚刚都已经说过了 从前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是 阿玉 你别多心 我不是想占你便宜啊 我知道 都怪我自己不争气 我根本就不是做生命的料 我没你有眼光 但是阿玉毕竟一日福气百日恩嘛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 能不能再让我回公司上班啊 你想回公司上班 可是公司没有你的职位了 我不要什么高兴的职位 你哪怕让我给你端茶滴水 我也情愿 我真的是知道自己错了 我一定改 阿玉 麦总 包总来了 包总 你来了 泰总 正好 我带你去车间 我给你看几个样品 好 阿玉啊 你等我安排吧 那我等你电话 阿玉 这些都是用张教授的新材料 加工出来的新产品 请看 麦总啊 我就是冲着你这批产品来的 回家司准备投资亚洲最大规模的会展中心 对了 上次您为我们酒店提供的设计建议非常成功啊 你有没有看到网上的一个投票 回家司荣登最受游客欢迎的酒店榜首 这里边 这里边宁可是功不可没 包总 我期待着和你们再次合作 那是一定的 还有 你这批新产品如果用在会展中心 我想一定会引起轰动性的效果 太好了 从华尔街到全世界 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 各国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 但究竟有多大效果 艰难的经济形势会要持续多久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我今天刚刚收到消息 斯诺达在中国的项目已经全面停工 而且是无限期的延后 大家不用紧张 其实我们现在海外这个项目只是暂时放缓 我们的国内项目 没有受到什么很大的影响 我们国内的供应商 成泰光电他也不容乐观 在技术研发这一块 因为资金断裂已经被迫停工了 研发团队正在闹呢 公司内部也不太平 成泰 和成泰的合作是我负责的 春董 请您放心 他们的材料质量一向稳定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研发中心 可是他们还是需要进口的原材料 就算他们的研发团队集体辞职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合同执行的 小江总 你想得也太乐观了吧 邮总 成泰跟我们合作多年 再说了 由小江总总负责 我们就不要插手了 小江总 你多费心了 好 爸 你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 知道吗 要多休息 好 爸 你怎么还喝这么浓的茶 这个 对心脏一点都不好的 知道吗 你别再喝了 梁叔 你过来 我跟你说 就算老爷子要喝这么浓的茶 你都不许泡 赶紧 把所有的茶放成淡茶 是 赶紧去 什么时候 轮到你管我了 爸 我啊 都被你管了十年了 现在也是时候 我来教育教育你了 被人管的滋味不好受吧 今天下午 东建南市场 一商铺仓库发生火灾 并殃及乡林数价仓库 造成两百余万元的商品被烧 根据调查结果 是商家使用劣质灯具 导致火灾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记者走了没 没有呢 都还在门口堵着呢 这帮人顾兴业的 贺总 您真不打算接受记者采访吗 我懒得跟他们废话 对了 华明公司的王总 脸上了吗 我去过华明了 贺总 他们说王总出差了 我看是躲着不露面 他们现在都把责任 推给了欧阳小江 说我们违约已自冲口 还说要起诉我们 还有一件事 贺总 那天你辞职了 他团队那几个人 也都跟着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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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你不是过疆 自身都难保 哪有资金搞什么研发 走走走 走了我还省心了 你走 刘涛 刘涛 合同是你拿给我的 你不是说材料是没有问题的吗 欧阳小江 你让我太失望了 淳天 我可以解释 在公司里面 最好叫我董事长 淳东 合同是我欠的字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些钱足够你女儿治病了 王总 您这是 刘涛 实施物证为俊杰 你别忘了 他是欧阳家的人 没有主动点头 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做 如果出了事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吧 不过你放心 你的家人和孩子 都会得到最好的补偿 这是你灯 灵涛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我做的 都怪我一只财迷心笑 采收了成泰光店的好处 春斗 我真的知道错了 关于此次建材市场的火灾 我们将为你带来进一步的 来来来 来来 建材市场的火灾 是华美产品的问题吗 华美假讯如何补救 华美的其他产品 是否还存在质量问题 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华美这一次的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实在是对不起 但是我们是负责任的大企业 绝对不会逃避问题的 而且我们承诺 有问题的产品 全部回收 至于跟我们合作的 成泰光店 它以次充好 我们会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谢谢 你先不要走 你先说一下吧 春董 小江 现在有没有外人 别这么叫我 叫他们身份干嘛呀 春姐 成泰的事 我 小江 我是绝对信任你的 但是那些老股东 他们不信啊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虽然我名义上是董事长 但是 华明毕竟是正规企业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直说了 那帮董事会的老家伙 铁雷心要把你赶出公司 而且 还要你承担公司的损失 几百万啊 要是让你爸知道的话 他肯定被你气死了 不能让我爸知道的 他已经对我够失望了 春姐 你不会 看着我这样见死不救吧 我这里倒有个办法 就是 你手上的股份 春姐 你要我卖股份 不行 小江 不行 如果被我爸知道 他肯定饶不了我 我们欧阳家的股份 当然不可以落在外人手上 但是 如果是我收购 说到底 那些股份 还是在我们欧阳家人手里的 这些股份 所以我别再想英都抢 我不会来的 好 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要不要做 你最好想清楚 听说小将出事了 这次 就当给他一个教训 希望他以后 能动动脑子 你好像并不意外 我这个儿子 任性冲动 做生意早晚会碰钉子 只是自碰得比较狠吧 董事长 阿玥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您说 我希望我儿子 能跟你磨练磨练 可以吗 你别误会啊 我绝对不会把他 推到你国篮里面去的 可是现在 他是直接责任人 董事会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可他是华明的股东 您的独生子 董事会 难道还会把他赶出华明吗 我倒希望是这样 这只死地而后生吗 如果他真的离开华明 你可以帮我教教他吗 没问题 董事长 我答应您 我会跟他好好聊聊的 太好了 谢谢您 我真没有看错您 这么多年 您一直这么踏实 这么勤奋 您对我有至于之恩 如果不是您 我可能 也不肯踏出这第一步 也不会用今天 任何时候 只要董事长需要我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您 好 好好好 您能这样说 我非常感动 不过我告诉你 就算 你没有碰见我 不认识我 你照样会上岸 开创您 自行